这几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先是新冠肺炎 然后是洪水 全国各地持续大雨 河水超过警戒线 看到官兵奔赴前线抗洪抢险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李向群 1978年出生于海南穷山的李向群 从小就有为祖国效力的梦想 同时也喜欢乐于助人 他最喜欢听雷锋的故事 所以对每个人都很热心 1996年年底 满怀军营梦想的李向群 向父母提出了参军的诉求 当时得益于政策改革开放的优势 和海南经济特区的地理优势 李向群家族创办的服装加工厂 和两家服装批发店 红红火火 李向群帮家里管理一些事业 也能赚到不少钱 父亲李德青知道儿子的梦想 便鼓励他报名参军 同年12月 李向群顺利入伍 成为塔山守备英雄团 九连一班的一名战士 1997年 李向群先后获得团 营连三次嘉奖 年底还被评为优秀士兵 1998年4月 李向群在铺设光缆施工任务中 表现突出 荣获三等功 同年6月13日 李向群回家探亲 也就是从那时起 我国广袤的土地 开始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洪灾 李向群虽然回家了 但每晚都看电视 关注各地水情 随着黎江水位不断上升 我国南北殉情也在不断发展 作为一名军人 李向群意识到军队很可能会参与抗洪 他越想越坐不住 觉得自己应该早点回队 父母听儿子说想早点回部队 有些舍不得 妈妈挽留儿子说 你才回来几天 在家多待几天再走吧 李向群调皮地说 你儿子我现在是军人了 现在军队在抗洪 我能待得住吗 只是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6月22日 休假仅八天的李向群 提前返回军队抗洪 战友笑着说 你急什么 真是瞎着急 李向群说 国家养兵千日 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6月24日 部队到达灾区后 黎江水位猛涨 桂林市区被洪水淹没 火车站北站水深达一两米 部队接到紧急任务 前往青石潭水库营救 刚回队两天的李向群 要求参与救援 指导员却说 你刚归队 先在家休息 李向群执意要去 他说道 洪水就是命令 军人能不执行吗 到了青石潭水库 李向群等人 把沙袋抬到低岸 忙碌了两天两夜 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 8月5日 湖北荆州急需支援 李向群所在的部队 接到紧急命令 赶赴湖北灾区 部队在短短40分钟内 登上了北行的列车 挤进闷热的车里 当时正值炎炎夏日 部队还没来得及吃饭 所有人又渴又饿 终于在30多个小时后 部队抵达湖北沙市 立即赶赴低防救援 8月7日晚 李向群在湖北省沙市的 迷世镇大口村 怀着激动的心情 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并于8日上午 郑重地交给了指导员 他仗红着脸对指导员说 这是我入党的申请书 请党支部在水线上考验我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我一定用实际行动 证明我入党的决心 8月14日 李向群在抗洪抢险工作中 表现出色 经连队党支部会议讨论 一致同意接受他为 中共预备党员 8月16日 长江第六次洪峰 到达京江 沙市水位45.22米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下午5时30分 李向群所在的连队 连晚饭都来不及吃 便赶往南平大堤 抢救险情 而此时 有的滴段 河水已漫过大堤 4日凌晨40许 九连作业区 正南约300米处 突然发生 十多米长的内滑坡 情况紧急 李向群喊道 不行快上 说完他第一个跳入水中 随后 第九连的官兵 也陆续跳入水中 大家齐心协力 手拉手 筑起两道人墙 来保护大堤 8月17日上午 与洪水抗争了一夜的李向群 悄悄来到营地 找卫生员 要了一支温度计 一事表 他发烧了 卫生员连忙开了两包药 让他签字 然后回去休息 李向群想着 签了字就不能上滴了 小小的感冒 也不用休息 他便说 大家都在大滴上抢险 我又刚刚入党 怎么能休息呢 如果部队干部 问起这件事 你一定要给我保密 8月19日上午 李向群仍然没退烧 在得知 天心滴段 又出现八个管兵群后 他和战友们 又跑到天心滴 其实 他可以请假在家休息的 但他觉得 在低岸上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量 况且 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所以 他更应该严于律己 轻伤不下火线 后来他昏倒在低岸上 被送到了卫生队 在卫生队里 李向群一听有情况 就连忙赶去 拼命跑到低岸上 前后逃了三次 他说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不能一直躺着 8月21日上午 听到紧急会议的哨声 李向群走出病房 坚持参加抗洪救灾 10点左右 他又昏倒了 村民们把他扶到阴凉处 等缓过来后 李向群又继续参加战斗 但由于极度虚弱和疲劳 他第四次晕倒在地上 当天下午 李向群被紧急送往武汉抢救 由于他极度劳累 导致心力衰竭和肺部大量出血 抢救多次还是失败了 22日10点10分 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再也没有醒来 事发后 李向群的父母被接到抗洪部队的现场 看到儿子的牺牲 两位老人痛哭流涕 但他们知道 儿子是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 虽然痛苦 但也很自豪 悲痛过后 李向群的父亲李德青 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要求 他说 不管怎样 我要完成儿子未完成的事业 为儿子抗洪 就这样 40岁的李德青站在了抗洪前线 和一群背着沙袋的年轻人 一起扛着沙袋奔跑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 李德青的毅力鼓舞了全国人民 最终 在大家的努力下 我们扛住了大洪水 李向群无疑是英雄 值得大家学习 他崇高的形象 永远在万千人心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野化老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